欢迎来到拉斯维加斯Sphere 要说拉斯维加斯最新的地标在哪里 那必须是MSG Sphere 这颗大球靠着表情包火遍全球 还被贴上了一系列的标签 它是史上最贵的地标建筑 它有着全球最高清的18K LED屏幕 它能够中那2万人 是世界上最大的球形沉浸式体验中心 那么这次拉斯维加斯之旅 达卡Sphere就是Lia最期待的事情之一了 这里的票价并不便宜 从几十刀到两百刀不等 体验分两个部分 第一是前45分钟和楼下的AI机器人互动 剩下的50分钟是看场真正的沉浸式的体验感电影 而通过其千变万化的外表进入到内部 我才真的感受到什么叫做震撼 在这里的巨型的圆球异形板下 前45分钟进行互动 充满着非常科技感的灯光 五名机器人全部都是名叫Aura的女性 正在大厅里闲逛 她们长得一模一样 剃着光头 奇怪的蓝色眼睛 看起来像是机械机 那个诡计多端的机器人 所有的观众 在看电影《来自地球》的明信片之前 都可以和这些事件最先进的机器人互动 而一些互动内容真的非常的离奇诡异 其中的一个女士带着孙子 自己要偶尔问好 但是机器人却皱皱眉头说 我不相信你有孙子了 因为你看起来太年轻了 要么机器人是真的觉得他年轻 要么就是他已经学会的如何恭维别人 无论如何 这都是迷人又可怕 而作为沉浸式体验里 最能够冲击到观众的部分 必须是巨幕电影了 总面积达到15,793平方米的环绕式LED屏幕 面积比IMAX要达40多倍 这是目前全球分辨率最高的18K的LED屏幕 为现场观众提供的是比当今最高清的电视清晰度 还要高100倍的身临其境的体验 当这个巨大的地球砸向我们 当海洋上的鱼冲上来的时候 我旁边的人甚至害怕的都闭上了眼 而在现场能够获得的震撼远远不止如此 它拥有全球最大音乐汇集的音频系统 触觉和嗅觉体验同样是融入到其中 剧场的配备了特定的触觉地板 它会根据音符的不同产生振动 或者是进行不同的物理反馈 比如说在电影当中 当角色经历地震的时候 座位和地板就会跟着动 而当场景轻换到大风天的时候 4D设备也会吹出风还有降温的效果 看完之后我们真的都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不仅被这种视镜最先进的屏幕所震撼 而且电影本身的内容也真的非常的感动人 其中背后的科技亮点 有些内容是利亚怎么想都想不明白的 比如说现在拉斯维加斯实际上是47度的高温 那么这个大球在全天发光发热 夜晚也没有办法降温的这个情况之下 是怎么能够让屏幕在如此高温之下运行 它的散热是怎么做的 利亚觉得就凭这一点啊 真的是其他地方都没有办法媲美 那目前所知的是这样的大球呢 可能还要在全球见其他的几个 下一个可能会在伦敦出现 未来有一天也可能会在中国大陆出现 就到我们回来的时候 利亚才得知全球著名的电子音乐的创作人 Afterlife将会在12月31号登陆Sophia 携带着她的最新的作品 真的是超酷超有现实主义 跟她场馆里面的AI能够完美的融合到一起 不知道你感兴趣吗 我是豪士平米娅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洛杉矶华人资讯网 全新打造主播探电栏目 为洛杉矶大小商家提供一流的视频制作和探电服务 餐饮美容推荐 新店开业 为您推广业务提高知名度 一阵式服务就找主播探电 人气主播任由您选 详情了解扫描微信二维码进行咨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